這支影片我們會講一個Snap的功能 Snap的功能是在這個畫面上 我們會看到的 Snap旁邊有很多選項 包括選擇Snap去哪一項 Increment、Vertex、Edge Phase、Volume Edge Center和Edge Perpendicular 下面可以應用在哪個場景 包括在移動Mesh的時候 轉動Mesh的時候 ScaleUp、ScaleDown Mesh的時候 其實我們除了按這個按鍵 我們有快捷鍵的 按Shift-Tab都可以轉換到 在這兩個模式之間 不用刻意記住 因為這個按鍵就在上面 很容易可以找到 我們開始講這個 首先Increment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畫面 裡面看到的單位 一格格這些 我們現在的環境 我們設定了是2mm做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格大格 你正方格看到的就是1mm 我們現在的Cube 其實就是2mmx2mmx2mm 當我們用了Increment的時候 我們如果動這個物件 我們按一下G 其實它就會跟著這些格子去動 你看到小格每一格是0.1mm 在左上角 你會看到我們每一格動的時候 它都會在動0.1mm 現在如果我們 如果Zoom Out 高一點點 這些大格的話 我們小格看不到 如果我們 去到這個Zoom Out 我們去動 我們再按G去動 它每一格動 就會動1mm 1mm這樣動 如果我們想對齊 它是一格 這個格這樣去動 其實我們可以 按一下 確認這個Absolute Grip Snap 你看到會很明顯有分別 現在我動 它就會 對齊了逐格逐格去動 值得一提的就是 現在我們 所有動的 其實是以中間 這個中心點為單位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想Snap 是Snap到去 例如我現在選了這一點 我想每次對齊都用這一點 做對齊 我們可以 把這一點調整 按Shift S 把Cursor 設定去 我們剛剛選這一點 然後 進去Object Mode 按Right Click Set Origin Origin to 3D Cursor 我們就會把 中心點設定在這裡 剛剛所說的這個Step 其實 你以後 當你進階一點 做3D Modeling的時候 都常用的 所以這個Command 我建議你 會 將來去玩熟 按Shift S 我重複一次 按Shift S 你進去這個Mode 然後你 按Cursor to select 選擇 選擇之後 你一定要在Object Mode之下 你Right Click 按Set Origin 你才可以 Set Origin 去3D Cursor 當我們做了這一步 我們Snap的時候 例如我們先 uncheck這個 或者我們都將這個Cube 放大一點 那我們現在Snap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們可以 如果我們用Absolute Grip Snap 你會看到我們每次Snap 都用了右上角這一點 去對齊那一格 你看到左邊這些 它不是Exactly 它差了0.1mm 所以我們對齊 是用這一點去對齊 也有分3D之分 現在我們剛才按了7 就是在頂上看下來 就是在C AX的頂上看下來 如果現在我們按1 這樣才算 我們按1 按1 按1 如果現在再開這個 Absolute Grip Snap 我們再動的時候 我們再動的時候 我們再動一點 你也是用這一點去做對齊 所以Snap這個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 做一些比較精準 比較細致的移動和移動 好 我們剛才說了increment 現在我們就開始說 另一個功能 就叫Snap to Vertex Vertex 顧名之意 就是我們說頂點 頂點 就是這一點 任何這一點 我們可以叫它 Vertex 或者Vertacy 我們Snap可以按照這一點 去Snap下去 例如現在我們把這個小的Cube 我們開了這個功能 我們現在是選擇Close Close Close 即是說當我們 例如現在我們按G 當我們如果把這個 你看到這個正方形 指向另一個Mesh的Vertex 它就會碰下去 它就會用自己最近的地方 去碰下去 你看到我們如果移過去 左手邊這邊 它就會以這個Box 最左手邊的點去碰下去 同樣情況 如果我們 這個Box 在這個最底下 當我們把它移動的時候 去碰下去 都會以那個位置最近的一點 碰下去我們想Snap那個位 這個就是Vertex Snap 我們選了Closer 它會做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選擇Center 會怎樣呢 Center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Cube Origin 就是它那個Cube的中心 如果我們調整Center 的話 現在我們把它Snap下去的時候 現在我們Snap這個 你就會看到 它那個Vertex 我們Snap下去 我們現在這個Cube的中心點 就是這樣 Median 基本上和Center 沒有太大分別 那也是 你的Match 中心點在哪裏 Active 就比較特別 Active 就好像我們剛才做過 類似Increment 的Absolute Grip 功能 如果我們設定了一點 是Origin的話 我們設定了一點 是Origin的話 當我們Snap下去 就會用那一點 去做Snapping 就不是用最近的一點 之前說完Vertex之後 我們開始說了其他不同的Snap模式 有Edge Edge 如果我們Snap的時候 我們指向邊位 基本上我們現在這個Object 就可以Snap去另一個Object的邊位 或者線位上面任何一點 現在我們選了Closest 所以當你的Cube的位置在哪裏 它就會用最近的點去Snap下去 如果我們選擇Center的話 我們Snap下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現在的Match的中心點 它在那裏開始Snap了 跟Vertex一樣 如果選Active的話 我們選了其中一個Vertex 去做Origin的時候 它就會根據Origin去Snap 接著我們Face 顧名思義 其實我們Snap的時候 就是Snap在Face的表面 如果調到ClosestMode 如果調到ClosestMode 我們Snap下去的時候 就會不會穿了進去 其他的不說 我們說一下Volume 如果Volume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們Snap進去 你看到就在那個正方形 即是另一个Match里面的空间会在那里Snap 当我们的Cursor移得太出 就会出来了 EdgeCenter就是我们Snap的时候 就会Snap到我们这些边位或者我们叫线位的中心点 至于HedgeCenter如果顾名之意 Snap会根据90度 才Snap 但实际是怎样使用Case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难去说 你有需要 根据你的情况去按不同Snap的模式 Snap的模式都可以选择multiple 即是多个选择 例如现在我们按着Shift键 选择其他的 multiple 我们都可以一次过选择几个不同的模式 当你选择了之后你就见到如果我们做Snap 我们点边线都可以做到 那我们move的时候 都可以做increment 即是我们逐格逐格动 那我们大致上讲完上面Snap的模式 那我们讲完 下面Rotate 和Scale 基本上 除了Rotate和Scale 例如我在Edit的时候 我先选一个Face 那我的Snap 我都可以逐个increment的Snap 其实应该逐个increment 因为太难看了 我们可以Snap进去另一个物件的其他的 地方 例如Vertex 我放了边位 你就可以令到 你做那个 去精准一点 例如我想 另一个东西的长度 跟这个一样 其实用这个SnapPinkTools 就很容易可以 帮你去 令到 Extrude的时候 做得精准 Rotation Rotation基本上 例如我们锁死了C 那你见到我们都可以 去锁到不同的 物件 再来就是Scale 如果我们Scale的话 都可以Snap到去 其他不同的点 怎样应用呢 就难说些 但是呢 功能就是这样 有关大致上 SnapPinkTools 这里是怎样呢 基本上我们都 高敷过一次 这个就在我们的 ObjectMode 下面用 在EditMode 通常我们这个SnapPinkTools 就会用来 去做 一些 我们叫做 Retopology 我们之前在其他的 Video也有两个简介过一下 方便大家去了解 我们在这里再去示范 例如这个Suzaine 这只猫 我们加高了一个Subdivision Apply 那样时我们画的公仔 或者 做了一个scalping 做了雕塑 做到很精细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模型 应用 我们去做Animation 或者做一个 游戏的assets 它转移得很慢 那么 现在有些 应用呢 我们就是 例如 你在Ig 我见有些人 做一个3D的 filter 那你用那个模型 也不能 那么复杂 你要 降低它 好多的面数 那么 Topology 我们就是 用在这个方面 那怎么做的呢 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 模型 就有好多的面 好多的 Vertices 那我们呢 加个plane 出来 那我们尽量贴它的面先 然后呢 我们呢 就 在Edit的时候呢 我们加了这个 磁力 那其实我们比较常用呢 就会是用 用Face的 因为我们容易 Snap下去多些 那为了讲解得好些呢 我尝试将这个 转做一个 Wild Frame的Mode 好那么我们呢 把Suzane 调了Wild Frame的Mode 的时候呢 我们 尝试 我示范给大家看啦 现在我们 选择了一点 我们开了一个 Vertex Snapping的Vertex 那我们呢 如果呢 我们将那个 Snap 拉过去 你看到呢 我们 每一次Snap 都是Snap到 每一点 Vertices Snap 那 如果我们按 Edge 他会 Snap 到的 地方就比较多些啦 那你见到他沿着每条 线 每条边 他都可以 Snap到下去啦 但是最Smooth 都是我们呢 按了Face 因为Face Face的范围是最大的 所以呢 如果你做一个 Retopology的时候呢 Face就会是 最好的 选择啦 Retopology呢 我们 例如 现在 对啦 我们在ViewportDisplay那里 调回Inference 就会 比较好看一点 因为他 浮了在面 我们很清楚自己是 在做什么 基本上呢 我们呢 就 就是用这个方法 去做一个 我们叫做LowPolygon 一个 低一点的 面数的 模型 你说可以做了低的面数 你就会起了格 也有机会的 不过呢 你可以在低模的模型 你可以 我们叫bake 即是把那个 高面数的模型 的details 去 印回 印回到这些 低模的模型的表面 看上去其实呢 不会真的 说 很差 基本上就是围着模型 我们不断地去做 那你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对 是的 其实这个retopology 真的会 很烦 比较浪费时间 但是就是你学这个blender 或者你学任何一个3D的模型 是 必经的阶段 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 去做那个retopology 围着整个模型 去做一次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低模的模型 那这一节呢 我们就说到这一道了 我们就说到这一道了 谢谢大家